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到广州游长龙 鸡爽在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游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解密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天地一号 但你知道现在这个事多了之后 包括前一阵说什么招票门 之后你知道中关村 卖各种各样偷拍设备的 过去几天卖出来一个 现在一天卖出几十个 就是你看有眼镜的 有钥匙串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 这个这个偷拍偷露 就说我觉得有点什么呢 上次这个 不是就是上次我挺认同啊 就咱们那个王蒙老师啊 他讲的一个观点啊 我大家都觉得啊 有些个你这个男人 或者说是贪官啊 你当然是自作自受 但是这个问题啊 有时候你得从两方面看共产党人最讲辩证法 对吧 这是一方面你被揭穿啊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呢 如果这种行为得到肯定 得到示范 通过网络传扬出去的话 你知道那就会变成很多很淳朴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都要存个小心 比方说健康的两个男女 你现在假如有个女的要跟你发生个什么夜情什么的 或者我们两个就是就好了 互相演对眼喜欢了 本来过去也许二十年前 非常纯真的两个人就好一下 但是今天神经稍微敏感点的人 这个事就会变得顾虑重重 人跟人之间呢 对吗 他们有有有人就跟我说 说你现在去你去酒吧 所以现在啊这种东西反而使得这个社会道德呀 都会回去 因为什么呢 他说你说去去去酒吧 他说我跟你讲老实话 我跟一女的我要去跟他一夜情啊 我洗澡的时候 我都偷看他有没有在那弄手机啊 弄弄弄弄什么装什么东西 装什么东西 对你不知道这是下套的还是干什么的 女孩子应该会更怕吧 因为如果说两对 对如果是单身的两个人 比如说男的可能害怕 他说如果我有老婆 我在外面有什么事的话 人家找我闹 肯定是我就糟糕了 对吧 但如果男的是单身 那找女朋友 这没有人会觉得又怎么样 比如说像那时候陈冠希的那个艳照门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陈冠希是艺人会搞了这么多 包括到现在 其实有些男的搞不好还挺羡慕陈冠希的 觉得哇 厉害 好痒的 能够这么厉害 但是里头所有的女孩子都遭殃 多遭殃 多可怜 所以女孩子应该更害怕才对 这种事情 绝对的 绝对的 他们就卖偷拍设备就采访 就是普遍的女的更害怕 说你这些东西泛滥开来 我上厕所 洗澡 没错 都会有这种危险 因为他很容易被偷拍了 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人 偷拍女孩子裙底 偷拍女孩子上下楼梯 在商场 你知道现在商场的地面都是反光大理石 他们现在直接对着这个地面来拍就行了 我说起来 我上礼拜在香港 才遇到一件事 在一个书店里面 在看着书大家 结果这个商场的书店忽然 有个人冲进来 然后来了另外一个小伙子 追着一个小伙子 追另一个小伙子 然后一路讲脏话 讲粗话 很大声 冲起来不晓得干嘛 结果后来看到 后头追进来 那个小伙子 逮住了前途 勒着他脖子 把他扯出去 一路贺骂他一路揍他 拖出去商场保安啊什么 大家围过来看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向大家宣布 刚才看到他拍人群体 原来后面头这个男的是 见义勇为 然后呢 一宣布说他拍人群体 然后旁边的 好玩的事来了 他不是拿手机拍人群体吗 给人家发现了 给人揍一顿 结果旁边所有人围观的人 都拿出手机来 然后有人开始录了 我现在在什么呢 我应该没有生产 早上你就扑开了 刚才在哪拍人群体 给一句话 大家都开始把这一幕给录下来 拍下来 现在这就是武器 对 这就是武器 手机 这种武器 你记不记得 还有一个香港的男明星 我忘了是谁了 跟他女朋友 跟他躺在床上 拿手机拍 对吧 对 这太容易了 这太容易了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就觉得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淳朴的东西 男女 你像那天王猛就说 他说我就每当我听到这种事 我都很难过 因为呢 就说这个男人和女人 两性关系 男欢女爱 这不曾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吗 对吗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被变得 你看刘铁男 刘铁男对吧 说是几个八个情妇 又几个都是举报啊 举报他的不光是一个情妇 然后那个举报人罗昌平 还教我一个知识 我觉得过去还真不知道 就说这个我党干部 对吧 这个语文呢 是很讲究的 比方说这个薄熙来跟多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 王立军呢 是跟多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他没保持 你看他有细个 还有说某些人 你就是这个生活腐化 然后呢 叫还有道德败坏 还有一个更加一等的叫生活迷烂 生活严重迷烂 过去咱们以为这都叫形容词 后来罗昌平说 罗昌平他请教内行人 说这原来是怎么宣布是有等级的 就是啊 生活腐化 你知道吗 这是三个情妇以下 就不到三个 叫生活腐化 是可以量化 对对对道德败坏和生活迷烂 就你都烂了 就你到迷烂的程度呢 你是三个和三个以上 以后你看人民日报你就只得贪官几个 你这 你话再讲回来 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前天还看一个电影 一个加拿大拍的法语片 很有意思 他讲那小学的小学生跟小学老师的故事 那那里头有个细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西方先进国家 特别注重保护儿童 所以保护儿童其实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护儿童不受性侵犯 是不是 那今天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也是 于是呢 原来加拿大至少魁北克省就法语去 他们有规定 所有学校老师不止不准体罚学生 连学生的身体都不准碰 比方说这孩子哭 以前有时候老师就搂搂拍拍他 不行 所以以免任何的嫌疑 结果呢 那信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段子 就那个体育老师 人家就说 你这体育老师早上什么体育课 永远就看你吹哨子一胖孩子跑 也不教别的 他说怎么教 从前我们小学上体育课 不是跳马吗 安马吗 对不对 说安马 我现在不能扶孩子的腰 怎么怎么教 现在小孩 我们对待他 要像处理核废料一样 我们再回想 其实以前也是老师学生的身体 接触是很单纯 很单纯的事情 你说的太好了 淳朴时代真的过去了 过去了 以前老师抚摸一下学生 这算什么 可是今天最新的新闻 一个小学里 七个小女孩 就说被老师摸 那玩意为什么不能摸 她摸出尖锐石油了 你知道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 这个小女孩都长得小莉莉 这老师就摸 你说 咱们去广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谢谢 大街的暮光 逾见彩阳 这家人新城 无极之水 醉软酒精 年份软浆 无尽共酒 李爱觉得是社会的进步 我觉得以前肯定也有这样的时候 但是以前没有被保护 甚至可能有些孩子受到了这样的侵犯之后 他不知道 家长也不知道 他可能就这样受到了伤害 一辈子的心理创伤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和康复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公布出来 大家都明白 那就保护了这些人 对 所以什么都要讲辩证法 的确是有这个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 李爱你看你说你现在是一名人 那你要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不会多个心眼呢 我是觉得只要你 就是在一个正确的土壤里头 它一定还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它还仍然是可很美好的事情 我第一我没有做错事 他又不是已婚 我也没有做小三对吧 不是 然后我又我只要没有做坏的事情 那么我问你 比如说两个人男欢女爱 拍个裸照 这是坏事吗 谈恋爱的两个人 如果是谈恋爱的两个人 我觉得为什么要拍裸照呢 就反正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喜好 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个事情 跟关系聊得少吗 对 人家就好这一冲 但是我话又说回来 可能有一些女孩子 她觉得拍裸照是一种很情趣的事情 对啊 但如果有一天特别就是不好的 特别不好的 就被人家放出来 那我相信 我相信也是100%的同情在那女孩身上 随着这个社会的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开放之后 大家肯定又会指责那个放这个照片的人 当然对这个女孩一定是伤害 所以还是没有裸照比较好一点 当然 但是我同意一个讲法 就是说你刚才说到 王老师说纯真年代过去 的确某一意义上是 但是换个角度来想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贪官 就是看到他们 然后开探 说正常男欢女爱就不可得 我觉得是有点跳跃了 首先这些人 他并不是正常的男欢女爱 就假如今天真的是有了男欢女爱 而被拍而被传出来 我觉得随着这样的事情的发展 以后大家就会像离爱说想 虽然我们是同情的 大家没人当时是回事 大家不会介意 当大家不介意的时候 用这个来勒索的效果就减低了 然后慢慢的用这个做勒索的这种手法 也会失效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所以当年交易过来 今天再交易回去 是吧 太有意思了